大家好,我是小冬 我是前辈 我是在西尼海港大桥有什么东西 我身后美丽的工地送给大家 我最后就是大家好 在西尼除了歌剧院 同样远赴盛名的还有西尼海港大桥 众多好莱坞的明星都在拱顶上合过瘾 比如像威尔史密斯 皮尔斯布鲁斯南等等 还有众多的体育明星 政客 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景点 网上也说这是唯一一座允许游客攀爬的大桥 当然想要爬上去 门票价格也是不菲 每个人是1500多元 两个人就是3000多了 西尼海港大桥是单孔拱桥 这座大桥从1857年就开始设计 1924年开始建造 直到1932年竣工 整个工程的全部用钢量达到5.28万吨 锚钉数量是600万个 其中最大的一个锚钉 重量达3.5公斤 用水泥9.5万立方米 桥段就用花钢石1.7万立方米 从这些数字上也能感受到 铁桥工程的雄伟浩大 毕竟那会儿才上个世纪30年代 今天对小豆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 有恐高的我被前辈怂恿着去攀爬 西尼海港大桥 可能对于普通来说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要让一个恐高症患者 爬上134米高的拱顶 还要从上面往下望 那真的是每一秒钟都是紧绷着神经 丝毫不敢放松啊 其实大部分行程都还好 只要试着控制自己不要往下看 但是当从桥的一侧走到另一侧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镂空的一段路 真的是吓得我腿都抖了 快到了吧 那你就已经看到那个桥了 我们开始判爬的时间是2点45分 它机后其实是2点半 要换衣服 现在是2点 还要教你一些什么安全知识吧 现在2点03分 应该要去那边 先登记一下 真好防晒 你去前面填一下 那个桌子上吧 项目贵也是珍贵 我猜这个是那种生死状之类的 安全续知 看 这个脚也不知道什么回事 有这么嫩吗 也没这么嫩 又磨破了 还有3点5个小时 3个小时 2点5个小时 我们是3个小时吗 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带我们去换衣服 现在还有时间 对 它2点40分上去 然后2点45带我们去换衣服 待会它每个人都会给你拍照片 然后我会给你拍视频 等到下来的时候 你再决定要不要买 最后每个人都有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体的 反正都是一个假的 多拍一点 这边是纪念品区域吧 这个不买 冰箱贴 主要是看冰箱贴 为什么他们冰箱贴做的这么不好看 这个朴素是吧 之前在欧洲买的几个都挺好看的 肯定都是优产的欧洲 这个买一个吧 多少钱 我猜7 7多块钱 我们之前在凤兰有买过50多块钱的 这些会不会是挂在圣诞字上面的 鸡木呢这是 你过来看 你们先 很多明星都爬过 好有名的 卷幅 卷幅我也说一丝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我很眼熟 我也很眼熟 这么多明星都拍过 看看还有没有眼熟的 这个人 这个是马特达门 马特达门 马特达门 然后这个是snow 就是全游里面的snow 然后罗伯特等你了 罗伯特等你了 罗伯特等你了 奥斯卡营地 这里有中国明星 这个是林志玲 加油加油 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林志玲 林志玲 来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哪个地方 那个叫狼 金刚 金刚狼 金刚狼 这个真的是世界级的情节 是吧 这边再看看 这个他们的那个电视剧 我很喜欢看 我一下子记不起名字 我太激动了 就是他们一家人 这是他们一家人 不是不是 不是无耻之徒 是 哎呀我一下子我名字想不起来了 我大学时候看的 很搞笑的 他们 这个也看过 这个呢 博物馆之业 这个是齐恶斯布韦斯的 然后伦洛斯 小健健就是那小健健 好 这表情确实还是有点健的 他是这样子 从小健到大 从小健到大 待会我们上去的话 需要把钱包 手机啊相机 背包 所有身上的东西都在这边锁起来 就不能带上去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自己拍视频啊 到时候等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买一些他们的照片 然后有 会有一小段的视频 他们那个导游拍的 就只能到时候只能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了 到时候统一都会穿这种衣服呢 我刚刚闲着无聊 又下去逛了一下 就是下面纪念品区啊 像例如一些保温杯啊 很多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 更衣 东西都拿出来 手表这些都要拿出来 不安检呢 我等一下应该也是这样子的流程 安全须知穿那个安全绳之类的吧 还算准时啊 对 要测一下酒店 对 测试一个 它跟酒店的要求是一样的 1 2 3 4 5 6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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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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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巨厂 你试一下能不能穿 你看 你看 够长吗 是不是太大了 能不能换一个 That's fine, it's okay OK 穿好的,我这个衣服长得嘞 Hop 感觉 哈门裤 请问你这个真的好搞笑 你脚弓卖得开吗 这样子扒住的 你看,太长了 太长了 你脚趴一下看看 趴不开 有点趴不开 你可能得这样走 可能到时候可能会有个安全带 也掉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冬 我是前辈 现在是你还搞大小的小等上 我把我身后美丽的工具送给大家 大家好 好了,我们总算是凯旋归来 小多粗汉,粗的不成样子 还有证书好像是 还有选照片的 好,先去换衣服 所以我把这些衣服全都放在面 然后用到这个男女 因为他们挺想事的 很多事情都让我们不能做的 嗯 嗯 嗯 and your stiget so... Gin? yes Gin?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 这里说 Thank you Yeah, great It's spelled right Yes,yes It's right Thank you 现在就是要买照片 我们在说我们有两个拍照 我们还拍了十秒钟的那个视题 是有吃的 所以可以买 因为都是要买的 总要留下留下一点影像是吧 哎呦,我的脸盘子怎么那么大 我们现在已经买了 54块95 一到两个人 一到两个人 脸盘子好多大 现在已经是5.34分了 这些照片和视频是54到多一点 然后它这里有个码可以扫一下 然后它在这里面会保存30天 嗯 小的除了好多好多的话 你累不累 要把我渴死 我不累 就是热 我热不热 我就是两只脚 脚底板好刷 我今天站了很久 可能走路也走了很久吧 今天我们走路就走了差不多6公里了 待会走回去的话还有4公里 哦,还有3公里 哦,这么快就有了 嗯 嗯 乍一眼看挺好的吧 嗯 这里有一段16秒的 16秒 对,它显示有16秒 我们看一下啊 上面风实在太大了 昏照太大了 昏照太大了 哈哈哈 看我的爱心怎么样 没有掌握好 哎呀,这个张照片还可以 李明星,两个人都还可以 风景也还好 其实,哎呀,挺好的 背景是悉尼歌眷的那个也挺好的 你干嘛亲我 我偷亲 哈哈 这张不是也还好 背景悉尼歌眷 嗯 还行,还行 今天天气好 你单独站那也挺好的 嗯,对 值了值了,李明星 嗯 3330澳人民币 就是这么一个行程 大概三个小时 就给大家一个参考 价格我觉得有一点小贵 但是我觉得还挺值的 嗯,毕竟是世界性的一个景点 就是以前我们在综艺节目啊 电视剧里面啊 就是什么电影里面 经常能看到的一个景点 然后我们爬在上面 是吧,我觉得很难得 而且我跟你说啊 就这个桥市 像那些好莱坞明星啊 威尔斯密斯啊 之类的都在那里爬过 都在那个点拍照 就是我们在不同时空 跟威尔斯密斯拍的同一个照片 四则五入跟他一起来了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个灯桥的俱乐部啊 就是在这个桥的一边 你看我们刚刚就是从这里出发 看到没 嗨 嗨 从那边走过去 这一段走的时候我们又很怕 虽然我有恐怕 但是我们又很怕 直到到那中间的时候要往上爬 就爬到那个桥面上去 几乎是垂直的往上爬 很吓人 最吓人的是哪里呢 就是你在爬那个拱形的那个 最高点的时候 然后要从那一端走到另一端 我真的是 我走的时候两次就都发的 前辈跟我说话 我都不想搭理他 就是拱形的 从这边走到这边的时候 它中间啊 它这个是镂空的 但没有这么镂空啊 它是那个网状的镂空 镂空 然后下面就是那个车水马龙在开了 你看那个车就是跟火山河一样 那个是140米高 140米高 我真的是我腿软 好我们现在去下面的草坪上坐一坐吧 刚刚在上面的时候看到那个草坪上面 躺在那里完全挺舒服的 很多人 然后可以 你像他们就拿一个三明治 然后拿一杯咖啡在那里吃 对 我们就抱草小龙虾 在那里吃 你有小龙虾 你看 他们从那边走到这里 然后锤子上去 这锤子上去真的很下雨 哦 很好的 感觉下雨了 超凉快 嗯 这个风就是干爽 吹的是干爽 是 不像是在八里道 这些八里道真的吵死我 风吹过来 碾死我了 但这里很晒 吃外鞋 那现在不正好吗 现在没太想走 你黑了发亮了 如果大家想报名来攀登这座 西里海港大桥 最好是提前三天余顶 因为非常的热门 基本上会被订完 你可以选择去某宝订 也可以去KLOOK订 也可以来现场订 也可以去他们的官网订 订这个攀登海港大桥 有三个时间内 一个是白天 我们选择一个白天 1500多一个人 然后还有夜景 夜景是1400多个人 还有一个就是最漂亮的就是 西洋 如果就是这个时候 对西洋 那个时候比较 那个是比较贵1700多 但肯定是最美的 但是要碰运气 天气好的情况下 西洋是最好的 对因为你要提前三四天订 你不知道三天之后的天气是怎么样 对吧 这是我们到西洋的第一天 然后驻完车就是有开过这个桥 当时开车在桥上没什么感觉 sue一下几十秒就过去了 但是你走到它的下面 甚至在桥的途中走的时候 感觉还是很震撼 很大 很大 真的很大 好 那现在我们回去吧 感谢观看